南加州元代的年度盛世 玫瑰花车大游行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连续32年不缺席的中华航空 今年推出全新的花车 主题是守护海洋 而且进入最后的插花阶段 马上请东西新闻记者罗瑞玲带观众先赌为快 2018年美国花车游行已经进入倒数 在花车工厂里各家的花车都已经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当然也包括今年中华航空的主题花车守护海洋 不管是插上些花涂上浇水 还是细心的为小丑与上色 工厂里数十位志工一骑总动员 就是要尽快完成中华航空长55尺 高35尺以及宽18尺的主题花车守护海洋 我们用一位潜水者游在台湾沿海的海洋当中 代表整个台湾对于自然环境 还有环保的意识也呼应中华航空对永续环境保护的理念相吻合 轻柔的音乐优美的舞蹈 当天花车水行的表演舞者也进行了彩排 期待能与花车全力展现出海洋生态之美以及台湾之美 台湾的海湾旅游是非常具有生态吸引力 那我们借由这个花车的活动 希望能够触及更多的主流人士 能够认识台湾 了解台湾 我们再次跟外交部还有交通部观光局合作 华航的花车不仅为台湾曝光 那么我们也希望借着华航的花车 能够吸引全球更多的旅客 搭乘华航到台湾旅游 那么来体验 亲身体验台湾的美丽风光 回顾2017年花车 华航以台湾特有地制五色鸟 拿下海外最美设计大将 而持续展现台湾生态之美 华航配合大会主题与众不同 今年更首度以大海展现不一样的宝岛风情 更让人拭目以待 以上东西的彭丁文瑞宁 在路由三七的采访报道